米兰一个充满北义工商业特色 且保留大量历史遗迹的国际城市 不管是精品大街 爱曼扭二世长廊 还是Domo米兰大教堂 又或是达温西的最后的晚餐 都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造访 而来米兰除了可以跳成去威尼斯外 乘坐为庞德电影拍摄景点的科莫湖 也是欧洲人的热门度假圣地哦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米兰的中央车站 我跟我爸妈要去科莫湖做我们的 爸妈欧洲之旅第二天 然后一切都还蛮兴奋的 现在要来吃早餐 吃起来很像披萨 搭火车从米兰到科莫湖 一个人票价约台币240元 超级便宜 而搭乘时数只有短短的1.5小时 我刚刚一直以为我要搭的是这一台 或是那种高速列车 但我是要搭这一台 各种涂鸦的车头 这次在米兰之后 吃了西米兰之后 我觉得这种味道很好吃 因为我已经排卖旧的车子了 就是海卖旧的车子了 各位我们现在到科莫湖了 看不到 在隔壁 里面悬超级超级多 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个就是科莫湖 科莫湖是意大利第三大的湖泊 它是呈现一个人字形的样子 阿尔比斯山下的湖 它们走路超慢的 如果你要从瓦伦纳搭船到其他上镇的话 你就是搭火车到瓦伦纳后 然后现场在这个Fairly山这边买票就可以了 这谁知道要排这么长就对 太开心了 买到床票了 Let's go 我们现在的行程就是要悠闲的在 瓦伦纳 漫步 漫步差不多两个小时后去找床 瓦伦纳的总面积只有11平方公里 住着824个居民 可说是一个超级小的小镇 那由于有火车直达 我们第一站就直接来这边 住着824个居民 可说是一个超级小的小镇 那由于有火车直达 这个恨房子太好看了 这个温暖太好看了 这个景色太好看了 这个景色太好看了 按摩 蜜蜜 餐點來了 好 看起來很老耶 謝謝 好喝 好我们等一下搭船到这里 好喝 我们现在已经下船了 然后在这个我爸称之为意大利九份的地方逛逛 然后他这边也是非常多石阶小路 也有很多餐馆 然后刚刚你一下船就会先经过一条卖很多东西的商店街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往上爬 go 贝拉椒总面积26平方公里 人口约3000人 是座比瓦伦娜大一点的城市 而可能因为人口数的关系 这里就相对热闹许多 有更多的餐馆还有商店 没错 对 手在这个地区 脖颊 家里 我 用来 坐在一起 后来 我 那个 我 没错 这个 走了一陣子 现在我们找了一家冰淇淋店 准备了 唐溪 买到了 很可爱 总结来说 科目湖真的是一个适合漫步发呆 沉淀心灵的地方 不管是跟家人还是朋友来都相当适合 地理位置又离米兰很近 来北一旅游真的不能错过它 好那这次的Lake Como Vlog 就告一段落咯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小花生们我们下次见 拜拜